我本来想买个现成的UPS 可是到最后还是把正点原子用成了UPS 事情是这样的 最近升级设备主了台小主机 特别喜欢它能随心换CPU内存和硬盘 还有丰富的接口 还有它全金属的外壳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它没有电池 这对我们搞开发的人来说 万一要是停电了 那就 所以这个电源适配器必须得有UPS功能 这种220V的UPS又大又贵又重 直接不考虑 我要可以便携的那种 这种用18650电池的UPS 好是挺好的 就是没有能输出20V40W的那种 既然买不到 那就自己造吧 等等 看到这些工具 你没想到点什么吗 焊台主机可以给电池充电 DP100电源可以稳定电池的电压 正面原子对不起了 我先拿它做点别的 这种来自做的 最后呢 是 就是 这个 123 3 5 5 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面原子的T100焊台和DP100电源 被我用成了UPS 后续我会把它做成一个可以用的版本 而且是容易更换电芯的那种 如果点赞投币超过一万的话 我会加快这个进程 并且还会开源 我是机电匠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投币